OK 大家好 我是Joey 那很多人問我說行車紀錄器的線要怎麼接在Fusebox保險箱裡面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麼接的 那通常保險箱有兩個 一個是在引擎室裡面 另一個是在車子的內裝 那通常日本車的話是在駕駛座的下面或是旁邊 那像德國車賓室的話 有些車款是在後車廂 所以比較麻煩要另外接長線 那我的車是馬自達CX5 那它是在駕駛座的下面 那我先告訴大家我是怎麼接的 但是我要先告訴你行車紀錄器有兩種 一種是沒有停車模式 一種是有 沒有停車模式它只有兩條線 那一條地線一條是接電源的線 那像通常普通的話它的接法是 地線當然你就要接在任何一個鐵的螺絲 然後確定是有通到車身的 只要綁上去綁緊就可以了 那第二個你就要找哪一個是有電源的 那不是每個都可以用喔 首先你要有一個 這個叫什麼 有沒有電探測器 我也不知道它叫什麼東西 那這個很便宜 這個我在Harvard Freight買的一個 好像才5塊8塊錢 很好用 然後你要怎麼用呢 就是我要去尋找在車子 關掉的情況下 我要去找哪一個電 哪一個電沒有 哪一個Fuse的位置是沒有電的 那車子發動哪一個Fuse有電 我需要找到那個Fuse是 在插鑰匙才有電 但是沒插鑰匙沒有電 懂不懂 我再講一次 要在插了鑰匙發動才會有電 如果沒有插鑰匙不會有電 你需要找到這一個保險絲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車子沒有停車模式 那代表說你的車應該也沒有斷電系統 所以如果你接錯了 你接到了如果插鑰匙 有電 不插鑰匙也有電的話 那它會一直用你的車子的電 那一個晚上之後 有可能你明天車發不動 因為電池用完了 就跟大燈沒有關一樣的道理 所以你要去接 你要去找哪一個保險絲 是插鑰匙才有電 不插鑰匙沒有電 OK 好 那現在我講另外一個 就是有停車模式的行車記錄器 像我的有 那有停車模式的行車記錄器呢 有第三條線 所以前面兩條線接法一樣 一個接第一線 一個接插鑰匙有電 不插鑰匙沒有電的那個保險絲 那另外一條線呢 它叫做 叫做ACC ACC這個線 我是有黃色的 要接在 不管有沒有插鑰匙 永遠都有電的那個保險絲 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車子不插鑰匙 停在路邊 或者停在哪裡 那 車子還是有電 我的停車模式才可以使用 不然沒有電怎麼使用 對不對 那有些行車記錄器 本身有內建斷電模式 就是 它發現車子的電瓶 電快沒了 它自動會斷掉 讓你還有電可以發動車子 那有些行車記錄器 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你要另外找一個斷電 斷電系統 像我的話 有斷電系統在這邊 一個小盒子 它到某個程度會自己斷電 所以我不用擔心它會沒有電 車子會沒有電 好 那現在告訴你怎麼接 首先 簡單的就是 一樣地線還是接一個 有通道車身的螺絲 綁住 鎖緊就好 那我的 保險絲呢 是怎麼接的 通常原廠的保險絲 應該是長這個樣子 短短的 放大鏡頭 對 那這樣的話 你其實很難用 所以呢 我會去 Walmart Target 或是網上 或是 汽車零件店 買一種保險絲 是長這個樣子 長一點的 它跟短的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只是長得不太一樣 但是你要確定 你上面的數字是一樣喔 如果你是3 你就要買3 如果你是20 就要買20 那 Detail我就不講為什麼了 反正就是 照著做就對了 OK 那我要怎麼接呢 其實很簡單 你就把電線綁在一個角 然後插進去 就可以了 這樣就接了 OK 把這個電線綁住一個角 插進去就好了 我的車已經接好了 所以我就不拆了 那如果你想要更美觀 或是你有強迫症的話 那像我 我會另外買一個 一個接頭 可以插兩個保險絲的裝置 這個裝置通常是 5到10塊錢可以買到 那它是幹嘛用的呢 它是 這個一樣是接本身的保險絲槽 但是這兩個 一個是 我一個是給 像我7.5 是給天窗 因為我這個 紅色線 是接 發動車子有電 不發動沒有電 的槽 那 我是接天窗 因為天窗就是 沒發動車子就不會開嘛 對不對 所以 我7.5 是接 嗯 是接天窗槽 然後我另外一個3的是 接 接上我的 行車記錄器 然後我插上去 它就可以了 對 這是另外一種做法 那我黃色的線 我是接 接在我的 點煙器 因為 我的點煙器 有一個 是不管有沒有發動車都會有電 一直有電 通常 SUV 休旅車都會有這個 這一個 這一個東西 那叫車通常會沒有 所以呢 嗯 你要找你自己看要哪一個 那如果你的點煙器都是 不插電 不插鑰匙沒有電的話 那你可以去接 比如說 嗯 Door lock 電動鎖門的 因為 這個不管有沒有 插鑰匙都需要有電 不然怎麼開門 對 所以呢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那有問題可以隨時問我 OK 好 拜拜